另外再來看到 你唱出來中國大陸 但是科學數字就不是如此 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Tesla之前不是說 已經怎麼樣被比亞迪幹掉嗎 去年Q4的時候 結果馬斯克他說 相較於車企 其實Tesla定位 更像一家AI跟機器人公司 比亞迪這個話很霸氣 這是比亞迪的 騰市的銷售部總經理趙長江 他說 說我們自己好像是什麼 自己汽車軟體公司 好像我們 他說比亞迪 你說自己是汽車軟體公司 好像比亞迪就不是嗎 或者我們比較弱嗎 比亞迪現在很強好嗎 那更別說 Tesla現在被大謀分析師 下調他的股價 他說原本是380 他把他下調叫345 因為他說電動車市場供應過剩 那你的賣點是哪裡呢 並沒有 Tesla目前真的是 面臨幾個大麻煩 它最新款的那一款 Tronk CyberTronk 對不對 那問題出在哪裡 電品 對 電品有一個核心的技術 對 就是正負兩極的核心技術 對 那正負兩極的核心技術 特斯拉生產製造不出來 供應不夠 所以他希望中國大陸幫幫忙 但是問題就在於 他的成本 是佔他電池的35% 對 你不要看那一款 那很貴 他就佔佔35% 那現在特斯拉沒有他 他就不行 可是問題就在於 目前來說 美國已經承認了 加根者 美國 零 什麼東西 中國大進口給他 對他買不到 完全沒有 從去年七月開始就買不到 那他的庫存已經快耗盡了 對 所以他未來的雷達 他很多東西都會有問題 對 他要想方設法從第三地裡面去弄 現在輪到美國人去弄 我判斷石墨 美國也可能再拿不到中國大陸的石墨 石墨也是全世界中國大陸很強的 而且石墨最重要的 它是做政府兩極的 電池 電池 那當美國沒有石墨 美國要發展電池 那就是天方夜坦 對 好 那我們再問說 那美國什麼時候才能弄到石墨 一般估計十年左右 你就等吧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那你可以弄到少量的 可是不夠你的生產需要 還有一個部分裡面就是 你的成本比中國大陸 高25%左右 那你哪有競爭壓力 競爭優勢 就是說第一個 數量供應不能滿足你 第二個品質不能滿足你 第三個更貴 第四個等到你要齊全的時候 你要十年左右 可是問題是 中國的石墨業不會再睡覺 十年了以後 中國生產更高一檔了 價錢更好了 所以你生產的每一個電瓶 每一個電池 你的成本價格 都比中國的電池貴 那誰還買你的電池 那你美國的汽車說 那我就一定要買我自己的電池 對不起 你就比較貴 品質比較差 誰買你的汽車 對 就這麼簡單嘛 就自覺墳墓的意思就對了 對嘛 那你不管你特斯拉也好 福特也好 你買美國自己的電池 你就是沒有中國的電池品質好 沒有人要耐用 人要耐久 人要耐跑 然後人要省電 然後人要便宜 你就沒有的話 你就基本上來說 那誰買你的車子 誰就賣不動 因為大家都要一個好的 好的 省錢的 充電快的 跑得遠的 價格好的 品質好的 的那個電瓶 那這樣的情形下 沒有人買你的 所以我覺得 目前來講 特斯拉確實有危機 而且不要忘了 哪一天 我講是哪一天 當然不是現在 哪一天中國大陸 跟美國要求對等 你特斯拉 可以賣到我中國來 我的比亞迪就要能夠賣到你那邊去 如果你不讓我的 中國的電動車賣到你美國去 你美國的電動車 就不能賣到我中國來 那一旦是如此的話 那你要不就是特斯拉 要跟美國母公司切割 變成中國的公司 在中國報稅 在中國生根發展 那這樣的話 你馬斯克 你可以擁有兩家公司 一家中國的特斯拉 一家美國的特斯拉 但是報稅都不一樣 好 那這樣的話也可以 錢就是中國大陸這邊 可是你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中國大陸會出這一手 所以我個人倒覺得 美國你還是規規矩矩的談生意 不要老是搞這些小手 對啊 搞這些手段 你會以為你卡到中國大陸 但是大陸其實很多領域 就是比你好 你卡了半天害到自己 剛剛趙長江特別說 我們的騰訊有一個款 這個車叫N7 會改變市場格局 對戰點Model Y 那其實說到Model Y很重要 因為他在中國大陸 真的市佔率也蠻高的 中國大陸在去年的時候 交了64.68萬輛的Model Y 第二名是比亞迪的宋 他是64.04萬 但是Model Y還比他貴了10萬 這麼貴的人民幣 好 剛剛賴老師也說了 你Tesla這個4680電池的正負期 你還需要中國大陸來幫忙嗎 你不要用中國大陸的電池 那你就自討苦吃吧 好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 美國國會真的也在打壓大陸 譬如說國防授權法 就說要禁止軍方採購 6家中氣的電池 BR00的時代也上榜了 然後你看韓國的亞洲經濟說 韓國的電動車的電池 也希望叫你美國 不要把中國大陸採購的 關鍵礦物給排外 因為削減通脹法案 就是把中國大陸的車排除了能夠補貼 提到的是什麼 提到就是石墨 其實它裡面的一個關鍵是這樣子 是因為這個補貼法案 就是每一輛車是補貼7800 7800 7800 或者7600左右美元 一輛車 那如果說 因為它的要求就是 你的電瓶都要在美國生產製造 都要美國生產造 那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正負極就佔了35% 所以它就絕對不是美國造 現在特斯拉看起來是願意忍痛 不要那個補貼 所以當特斯拉進口的這一批 進入美國之後 一般估計是這樣子 一般估計是從下個月開始 就是一月份的時候 那特斯拉生產出來的車子 就拿不到那個補貼 所以看起來馬斯克是忍痛 要決定要吸收這個 這個7800的補貼的錢 那現在對韓國來說的話 韓國的車子沒辦法 跟特斯拉競爭 可是韓國本身也跑到 美國汽車廠 可是如果韓國 不從中國大陸那邊進口的話 那基本上韓國的電瓶也做不出來 對啊 因為中國可以出石墨給你韓國 但是只能夠給在韓國的汽車廠 不是在美國的韓國廠 那這樣的情形下 對於韓國人來說 一手想要拿美國人的補貼 二手又要拿中國人的石墨 想都別想 想都別想 所以中國大陸不可能把石墨給美國 因此韓國要不就是把廠再搬回去 然後在韓國生產製造 製造出來了以後 再把它運到韓國去 但是運到美國去 可是運到美國就不符合 美國的補貼法案 對啊 因為美國就說你要Made in USA 對那就沒有了 那韓國的汽車就沒有競爭力了 可是韓國已經投資下去了 那該怎麼辦 所以他希望美國說你放我一碼 高台貴手吧 可是看起來對美國人來講的話 我怎麼樣放你一碼 你拿我的補貼 一輛車七千八 那不少錢 不少七千六七千八 美金 很恐怖 二十幾萬台幣 那對於美國人來說的話 那我為什麼要給你補貼 那我想韓國人的這個求饒 高台貴手 我覺得沒有什麼用 對啦 那我想問一下 美國那你這樣做的話 會不會害到自己 因為你在美國賣得了 因為美國比較有錢嘛 你就花多一點錢買這些貴的車 那你全世界有這個競爭壓力嗎 有這個競爭優勢嗎 因為韓國光著LG啦 SK啦 三星 這些通通 因為它造電池嘛 但都沒有這個石墨的話 它也真的造不出來 然後又不能拿這個補貼 你看韓國這樣看起來 還會失去競爭優勢 美國呢 美國有這個優勢嗎 全世界賣得了嗎 美國人當然沒有這個優勢 那美國的電動車 怎麼賣到海外去 所以美國以後 變成一個local的公司 特斯拉變local公司就對了 因為特斯拉還有海外廠 對 海外以外的 還有在上海廠 可是那福特呢 對 福特 福特怎麼辦 那美國的車子 越來越嚴重 還好美國他們沒有打算 要真正發展電動車 因為他們看起來 特朗普如果一旦上來以後 又恢復那個燃汽車 對啦 因為開始 所以美國的政策搖擺不定的話 搞不好電動車在美國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你就會看到 比亞迪是正確的 他們完全就乾脆放棄 美國市場 對啊 美國變來變去 因為你美國的汽油 那麼便宜的話 它如果又改氣燃車 那你當時的佈局 你不是搭水漂 可是你在歐洲 在日本 在中國大陸 在很多地方 他們是要電動車 像在印尼也確定 他們是鐵定要走電動車 他連打車的那個都用了 都已經要用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比亞迪的策略 目前來講看起來方向是正確的 不以美國作為主要市場 看起來是正確的 那這樣子美國會變成怎麼樣呢 你跟全世界的主流會不太一樣 因為美國我們都知道 它其實一開始都是 引領全世界風潮 現在沒有囉 現在這個電動車這個領域 其實全世界都瘋瘋瘋瘋瘋瘋 結果美國反而又走回 以前的那個燃油車 那就是怎麼樣 做本土企業就好了 做本土企業就賣自己就好了 反正美國三億多人口嘛 對啦 這個也夠養活了 沒問題 所以這就是又凸顯的 小院高牆 你反而是讓自己固步自封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控 這 Rule and turn on 是否又說 好像辦rops 抱歉 感谢观看